同志12年11月1日 上海街头出现了奇异的一幕 一带名领杨岳楼身穿喜服 拉着一名身穿凤冠侠配的女子狂奔 围观群众不停地拍手叫好 可过了一会儿后 两人在一群牙翼的陪同下又回来了 围观群众直呼杨老板玩得欢 以为这是在为新戏做宣传 小车一辆 可围观者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接下来将要面对什么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清末四大前案中 刺马案与杨奈武小白菜案已经讲完 这期咱们来讲讲明灵杨岳楼案 这起案件与其说是奇案 倒不如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冤案 只不过在当时的背景下 引发了一场西方民主思想与东方传统思想的碰撞 这才得以让这起冤案被冠上了清末四大前案之名 除此之外还有男女主角的身份也给这起冤案添上了一些传奇且悲切的色彩 咱们先从男主开始讲 杨岳楼道光二十四年出生 普名九仙 从义后改名九昌 自岳楼 安徽怀宁县石牌镇杨家敦人 其父明慧一说杨基旺 二说杨二喜 早年间是一名全师 咸丰年间 杨岳楼跟着父亲去了北京天桥卖艺 又在卖艺中被灰聚明觉中树堂张二魁看上 张二魁爱财心切 聘请了杨父当老师 收了杨岳楼为弟子 由于嗓音洪亮 加之在卖艺生涯中习来的身手 张二魁便让杨岳楼习老生 兼习五生 排名玉楼 所以也可称其为杨玉楼 杨岳楼四四天生吃这碗饭的 很快就成了中树堂的佼佼者 与后来京剧三大五生流派之首的 渔派创始人渔菊生 并称为中树堂文武双臂 后在咸丰末年出师后自立中华堂 这个时期的他很少演戏 大部分时间都在用来教课 直至同志十一年 也就是1872年前往上海一鸣惊人 成了一代明灵 名列同光明灵十三绝 顾名思义 明灵就是著名的灵人 说到灵人 大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另一个词 戏字 其实意思都差不多 只不过一个是褒语词 一个是贬语词 但有一点不同的是 灵人不单止戏曲演员 而戏字单止戏曲演员 换句简单的话来说 现今娱乐圈的基本上都能被称为灵人 而阳岳楼作为清末时期的明灵 几乎等同于现今的超级巨星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时上海有两座著名的大戏院 一座叫金桂轩 一座叫丹桂轩 丹桂轩由于整体水平高于金桂轩 所以可以说是一直压着金桂轩打 这一现象直到杨岳楼去了金桂轩 凭一己之力扭转了这个局面 童年刚成立的申报 就以此事出过多篇报道 那么说起来 杨岳楼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听得多 但他演的什么唱的什么 知道的可能就不多了 他是演孙悟空的 但他演的可不是一般的孙悟空 前面提到 他师从张二魁 张二魁当时可是大甲 名列京剧老生三顶甲 三顶甲除他之外 含有成长庚和鱼三圣 杨岳楼就是在张二魁的基础上 又兼具成派鱼派两派之所长 集三派大成为一体 武系文唱自称老洋派 是中国侯系的开山鼻祖 据传他曾在安天会中演的孙悟空 能一口气翻108个金斗 并且不离故步 这咱也不知道真假 不过就算有艺术加工的成分 也很了不起了 并且由于他体魄魁梧 嗓音红亮结实 还被誉为天官 还有个杨之玉的美称 从这两个称呼 就能知道杨岳楼的长相 自然是差不了 所以当时上海 有不少富家小姐少妇们 整日跑到西园子 看杨岳楼唱戏 要知道 那可是清朝 早在嘉庆年间 就已经不准西园子卖女座了 但又说回来 那是在上海 自打鸦片战争失败 1842年8月 上海被迫成为 五口通伤的口岸之一 之前讲过的马心仪 李鸿章都当过五口通伤大臣 随着西方商品的流入 加之后来租借的存在 西方的一些思想与观念 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 当时的人们 尤其是在上海 所以当时上海女性的地位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 出入戏院 也不是什么有上风化的事 当时杨岳楼的女粉丝 可一点不亚于今天 曾有个笔名为 海上竹臭夫者的人 就在申报上刊登了一首诗 金贵如何 丹贵优 家人各个懒勾留 一般精调 非偏爱 只因贪看杨岳楼 小姐太太们 各个留在这不愿意走 也听不懂京剧 为的就是看杨岳楼 观众大多是粉丝 而非戏迷 而咱们今天讲的女主 就是这狂热粉丝中的一员 名叫维亚宝 是个富家千金 父亲伟天明是个大茶商 由于生意繁忙 所以经常出差不在家 同志十二年的某一天 伟阿宝与母亲 一同前往金贵轩看戏 正巧此时 杨岳楼在演范王公 范王公早先是玉具 名叫洛阳桥 大意就是说 一个穷小子 与一个贵族千金 在洛阳桥相遇 彼此心生爱意 但是爱于彼此身份 无法通婚 后来贵族小姐回到家后 九四成吉 于是其兄买通人 让穷小子男扮女装 偷偷潜入贵族小姐的家里 将生米煮成熟饭 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台上杨岳楼演得起劲 台下伟阿宝母女俩 看得也沦陷了 成了杨岳楼粉丝团新的成员 俩人一连来看了三天 伟母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 但伟阿宝则不一样 此时的她年方十七 正是憧憬爱情的年纪 再加上演的 还是穷小子与贵族小姐的故事 所以伟阿宝对杨岳楼 便逐渐心生爱意 这一下坏事了 也不知是代入感太强 还是怎么的 回到家后 伟阿宝就跟剧中的贵族小姐一样 也九次成绩了 母亲一看 这咋看个戏 还看出病来了 于是跟女儿谈心 一谈才知道 女儿的心已经到了杨岳楼那里 要说伟母也是个开明的人 不过可能更多的是心疼 眼看女儿 茶饭不思寝室难安 夜不能寐食之无味 于是便鼓励女儿 有爱就去勇敢地追 伟阿宝受到母亲的鼓励后 鼓起勇气给杨岳楼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心 并称自己想嫁给杨岳楼 这可真是不小的勇气 虽说上海当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 一些人的思想已经没那么保守了 但本质上还是个封建社会 所以杨岳楼收到信后也吓了一跳 他比伟阿宝的思想更保守 毕竟刚到上海不久 倒不是他看不上伟阿宝 也不是觉得伟阿宝高攀 而是觉得自己高攀 这在咱们现在看来 觉得这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比如你去追自己的偶像 结果偶像说自己配不上你 就是这种魔幻的感觉 但在当时还真就这样 《大清律律汇集变缆》中记载 军民商造四民为粮 奴仆昌幽立足为鉴 优就是戏子 戏子属于下九流 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到疑惑 前面我说杨岳楼属于超级巨星 富家小姐少妇们 整天跑到西园子看他 这地位还低 没错 戏子当时地位低 最主要就是体现在婚配观念上 你看是一回事 嫁过去又是一回事了 一般女的可能会为了爱情勇敢一把 但其家族绝对不会同意 就算家族同意 当时的法律也不会同意 《大清律护律婚姻之二》中规定 凡家长与奴 娶良人为妻者 账八十 女家简易等 奴自娶者 罪意加之 若妄自以奴婢为良人 而与良人为夫妻者 账九十等等 所以杨岳楼思前想后 还是拒绝了 一是害怕 二是不想连累人家 另一边的维亚宝 判星星判月亮 结果判来的是拒绝 追星失败 反倒使她的病愈来愈重 维母一看这情况慌了 她也知道女儿这是新病 但鼓励女儿追爱是一回事 可作主将女儿嫁出去 又是另一回事 因为她也是个女人 当时女人是没有权利当家的 但此时丈夫在外地 没有电话只能送信 一来一回 估计讨论的就是女儿的丧事了 于是当下心意狠 便自作主张 请媒婆找到了杨岳楼 严媒朔已求婚 结果就是她的这个举动 将女儿与杨岳楼 推向了未来那凄惨的命运 为母没有错 杨岳楼与维亚宝也没有错 但时代错了 另一边的杨岳楼 这次一看 知道对方是认真的 加之对方的母亲都开口了 以为家里都同意了 所以也不再推辞 请来戏班的长辈 出面走流程 送去了婚书 也下了聘礼 订了婚约 开始准备婚事 要说简陵还是戏陵人 这一流程走下来 维亚宝的病 基本就已经痊愈 正在满怀憧憬的 等待着嫁为人妻的那一天 但这也惊动了 维家最为保守的一个人 维亚宝的叔父 维天亮 维天亮是维天明的弟弟 前面说了 维天明常年因为生意不在家 所以家里一般都是维母主持 这一行为 在维天亮看来就是乐拳 他一直觉得女人当家 房屋倒塌 所以他本来就不待见自己的嫂嫂 对他颇有成见 眼下一看这么大阵仗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后来又托人一打听 发现对方竟然还是个戏子 所以怒气冲冲 上门去找嫂嫂要说法 维母也没惯着他 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 最维天亮气得摔门而去 维母也是一脸愁容 因为他知道 这件事情远不会就这样结束 所以思虑再三后 他找到了杨月楼 经过商议过后 决定用抢婚来绕开 伟阿宝叔父的阻拦 关于抢婚 各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情况 就不展开细说了 大体上来讲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女方不愿意 然后男方找人强行 将女方抢到家中 生米煮成熟饭后 再上女方家提亲 另一种是男女双方两情相悦 但无力筹办婚事 亦或者其他原因 所以男女双方 事先约定好时间地点 由男方带人将女方抢走 然后女方会洋装拒绝 并又哭又闹 女方家人也会洋装追赶 如果过程中 有人问怎么回事 就放鞭炮告知围观者真相 杨月楼与维阿宝的情况 就是属于后者 因为按照正常的流程 杨月楼不可能将维阿宝 从围家取走 这同时也是在钻法律的漏洞 《大清律律,户律,婚姻之一》中规定 若许嫁女已报婚书 即有私约 而折回者吃午时 虽无婚书 但曾受聘财者 亦是 维母与杨月楼此时的想法 就是他们已有婚书聘礼在前 只要能想办法顺利完婚 到时候两条规则相互一抵 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于是说干就干 同志十二年十一月初一 原定的婚礼当天 维阿宝在母亲及下人的帮助下 携带金银首饰从家中溜走 到达约定地点后 早已在此等待多时的杨月楼 带着维阿宝就跑回家玩了婚 可这个洞房花竹叶 注定不太平 正当小两口沉浸在刚完婚的喜悦中时 门突然被踹开了 一群牙翼冲了进来 接下来便发生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小车一辆 微坐其中 告天地既祖先知红衣 尤为去深夜 沿途随从 观者如云 维母的担忧成真了 那一天 维阿宝的叔父从维母那回来后 没有罢休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 找到了在上海的香山籍 相当身伤 这人可不少 当时上海的买办中 几乎有一半都是香山人 之前也讲过 南方宗族观念极强 所以这些香山人 在上海抱团彼此相互扶持 被称为香山帮 这些人一听维天亮说 香山女人将要嫁给一个戏子为妻 一个个都怒不可遏 认为丢的不光是维家的脸面 更是他们所有香山人的脸面 觉得这是在给香山人的脸上抹黑 后来得知杨岳楼竟然抢婚 更是按捺不住了 纷纷跑到县衙 以拐道之罪控告杨岳楼 为什么是拐道 而不是梁剑同婚 可能一是觉得 这个刑罚并不重 要狠狠地收拾杨岳楼 当时上海的支县 叶亭眷也是香山人 一听有这事 立马派人将杨岳楼与韦阿宝 给抓到了县衙 二话没说上来就动刑 而且还很有针对性的 对杨岳楼的劲骨 也就是小腿下手 明摆着就是让他以后唱不了戏 翻不了筋斗了 还怎么演送悟空 一旁的韦阿宝 眼看夫君受此酷刑 悲愤交加 不由得破口大骂 我是自愿跟杨岳楼的 金银首饰 也是母亲给我的嫁妆 何来拐道之罪 你这婚官糊涂透顶 叶亭眷一听也勃然大怒 无耻见闭 私通戏子 竟喊敢咆哮公堂 目无王法 韦阿宝反驳道 自己二人是自愿成婚 他愿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叶亭眷一听 又令牙医将韦阿宝一起打 一个打腿 敲打其颈骨白武 一个打脸 劈掌女嘴二百 杨岳楼 似是在酷刑的折磨下 坚持不住了 也似是心疼妻子 于是最终认了这拐道之罪 这才被扔进了大牢 叶亭眷将杨岳楼的卷宗 上报到了松江府等待妇审 杨岳楼的命运在卷宗之上 而韦阿宝的命运 则在自己父亲身上 此时韦阿宝的父亲韦天明 已经得知消息 正匆匆赶回上海 韦母在大事之下也无能为力 心力交瘁之下竟然病倒 如果换个一般人 这起案件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结局已成定局 但杨岳楼作为当时的命令 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粉丝们左等右等纳了闷 这杨老板刚刚结婚 怎么就进牢里去了 金桂萱的老板也急了 自家抬柱子被抓了 这还了得 于是也是四处打听 脱关系 但都没什么结果 支线叶亭眷 一直表示自己是在秉公之法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 拐道之罪可有可无 良见通婚可大可小 但这个说法 旁人确实也挑不出毛病来 就在这个时候 申报出手了 上期咱们讲杨乃武的时候说到 申报早期是转载京报的内容 但没什么人看 所以后来就开始发现民间奇闻 与公堂案件什么的 可以说就是从杨岳楼的这时候起 申报才开始慢慢转型的 杨岳楼知识放在今天 就相当于一个超级巨星 因为给粉丝结婚被抓了 这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申报本来就抽没素材呢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于是自11月4日消息传出后 便开始跟踪报道 4日5日6日三天均有发文 后来在11日更是登了一篇 即杨岳楼事 将事情前因后果都给详细的写了出来 还有一个说法 说是当时的主笔叫何贵生 是个京剧爱好者 同时还是杨岳楼的粉丝 所以才大力报道此事 这个说法不实 何贵生虽然在后来当过申报的主笔 但那是在光绪二年 也就是1876年之后了 杨岳楼案发之时 他也确实在上海 不过是在当家庭教师 但文章总归是发出来了 并且引发了民间极大的热议 前面说道 彼时的上海在本土观念 与外来观念的碰撞下 正值思想观念变革的时期 所以上海人当时就此事 分为了两大阵营 如同朝中因洋务运动 分化成的洋务派与顽固派一样 民间也分为了保守派与革新派 革新派一方 以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市井文客为主 他们认为这太过分了 明明两人是两情相悦 明明两人明媒正取 结果在新婚之夜 把小两口抓起来 又是打腿又是扇大嘴巴子 哪有这样的事 保守派一方以相当身伤为主 多是乐伤 都认为这事没毛病 就得这么判 规矩不能变 两件不能通婚 并且妇女不能看戏 也就是在这个结果眼上 直线夜庭卷还颁布了 严禁妇女入馆开戏告示 这进一步的加大了革新派的不满 双方以申报为战场 一时之间斗得难分上下 简单放两篇给大家感受一下 革新派一位名叫持瓶子的人 当时给申报写了一封信 信中称 在乐人以为大快人心 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 并表示这是已有婚约 顶多是你们的家事 跟官府有什么关系 还上行打人是怎么回事 此信一经刊登 便得到了舆论大力支持 保守派的人一看这情况 也写了一篇回击持瓶子的文章 观点无外乎 就是围绕着杨岳楼的下酒流身份展开 说两件不通婚 是自古便流传下来的规矩 不能改 支持这种说法的也不少 保守派这边硬实力上占优 人员一般要么有钱 要么有权 能直接影响一些事情的发展 而革新派虽都没钱权 但善用民主之名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也代表了社会风向 还真难说谁能斗得过谁 一时之间 满大街都是关于杨岳楼案的议论 但慢慢的 保守派还是败下阵来 毕竟挣钱还行 写文章哪能比得过市井文科 加之申报的立场 这次是明确且正面的 站在了革新派这边 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上期我提到的 公道载人难以兼默 之无不言 心报之责也 此时文阿宝的父亲 韦天明也到了上海 他也是个地道的保守派 与岳商们商议后 决定一定会维护大家的颜面 哪怕这个代价是自己的女儿 他找到了支线叶廷娟 叶廷娟本来还怕韦天明找他麻烦 毕竟给人女儿也动了心 没想到韦天明说打得好 并且明确地表示 这个女儿不打算要了 随他怎么判都行 后来负责复审的松江之府 是个明白人 他通过民间舆论也已知晓内情 加之杨岳楼也当庭翻供 于是便以拐道罪名不成立为由 将案件发回重审 并且换了个人 由楼县之府复审 此消息一出 民间舆论更审 同志13年4月12日 申报又刊出了 英经新报论杨岳楼事一文 大意就是说有人在密谋要杀掉杨岳楼 如果官府判他死刑 就能得到两万两 最后文笔一转 想上海县尊断乎不会出此手段也 以退为进 将了官府一军 这一篇文章高明之处在于 一下就将大众全部拉进了猜疑链 如果官府判处杨岳楼死刑 就算本身占理 现在也没理了 你说没收钱 那谁信呢 也就是同一天 申报同时刊登出了杨岳楼的复审现场 负责复审的楼县支线 也不知是保守派 还是被月商们收买 上来就是一顿党 又仗则二百下 逼杨岳楼不得翻功 最终杨岳楼再度认罪 后来一层层的网上报 直到同志13年7月4日 最终判决结果才被公布 去掉了杨岳楼道的罪名 以诱拐良家女子论罪 照例拟与军遣之罪 并且这一判决是被官方定验的 所以最终杨岳楼被以诱拐定案 背叛援喜冲军 不是黑龙江就是新疆 至于维亚堡被送往溥玉堂 有关他的最后一篇报道 是在半个月后的7月18日 说有个70多的老头想娶他 再之后就没有任何相关记载 想来也不会幸福 但对维加而言 可能在他父亲及那些月商们的心里 这是最好的结局 不管这个老头岁数多大 他也比个戏子强 维亚堡的幸福 哪有家族的名声重要 而维亚堡的母亲 早在半年前就因病去世 或许也是新病 此前他因擅自做主女儿的婚事 还被判代价示众十天 他本以为他能做主自己女儿的婚事 到头来他发现 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做主 这是那个环境下女人的悲哀 在狱中的杨岳楼得知消息后 悲愤交加 自己的新婚妻子就这样离开了他 台上他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大闹天宫 台下的他 却连自己心爱之人都保护不了 不甘于屈辱充斥着他的胸膛 于是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杨猴子 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 也正如他这自削的称号一样 就当他在狱中 等待着被冲军的那一天到来时 同志驾崩 光绪即位 新军登基 大赦天下 光绪元年三月二日 杨岳楼就这么被特赦了 光绪二年正月十三日 杨岳楼被遣回原籍 这起案子 因阶级特权开始 又因阶级特权结束 同一时期 浙江的洋乃乌鱼小白菜 就没这么好运了 并不在大赦名单里 他们还在等待最终的判决 杨岳楼出狱后 最开心的当属粉丝 当时申报就此事也大肆宣传 名优重演 于是杨岳楼于被递急的两个月后 再度回到上海 几层buff下来 重演当天可谓是人山人海 本来能容纳三千五百人的戏院 竟来了四千多人 最后在上海演了几个月 他又回到了北京 友谊说是 可能怕被月商再度报复 另有一说 则是官府要再次抓他 回到北京后 程长庚邀请他加入三庆班 并有意培养他为接班人 光绪四年底 杨岳楼被程长庚 程庆宝选为四品顶带的京忠妙妙首 并在去世前将三庆班托付给了杨岳楼 杨岳楼也知恩图报 自此专心在京致力于班务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 经张麒麟宝剑 与王愣仙同被选入清宫生平署 进宫成差供奉内庭 曾为慈禧太后演出 此前还有个版本说是 杨岳楼能被赦免 全是因为慈禧之前听过杨岳楼的戏 所以杨岳楼的家人 以及西班子的人找关系找到了李莲英 最后李莲英请人唱了出戏 故意唱得很差 然后让慈禧发现杨岳楼不见了 再接着说清事情的原位 来为杨岳楼求情 这个说法我找了 没有找到可靠的记载 所以应该也是民间加工的版本 但还是放上来给大家看看 杨岳楼给慈禧演戏 应该是后来的事了 可能当时慈禧看戏的时候还不知道 如果不是他无意间的一个命令 眼前这个孙悟空现在是生是死 还不一定 他是假悟空 他是真佛爷 果真是造化弄人 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一 杨岳楼在轩南幽顺胡同寓所去世 享年四十七岁 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 在这起案件中 维母没有错 杨岳楼与维阿宝也没错 谁有错 岳商有没有错 支线有没有错 在他们的认知里 他们可不见得有错 一方维护家族颜面 一方维护法律威严 可明明大家都没有错 为什么突然却又都错了呢 大人 时代变了 想想今天的超级巨星们 时代真的变了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 几个有意思的知识 一 杨岳楼的儿子 就是与梅兰芳 于书岩并称为 京剧三大贤的杨小楼 如果说杨岳楼 是侯系的开山鼻祖 杨小楼则是 北派侯系的代表人物 得益双新老艺术家 是南派侯系的 北派南派很好区分 北派注重脸谱 不戴毛头套 南派戴毛头套 北派是侯学人 南派是人学侯 没有高下之分 各有特色 二 现今戏剧舞台上的耍流星 就是杨岳楼的父亲所创 三 居传杨岳楼这一只杨氏 是王莽后裔 王莽死后 刘秀玉灭族 王氏一族逃亡途中 被人盘查 族人看到路边的杨树 便自称为杨姓 从而逃过一劫 最后逃到了安徽落脚 自此杨王不分家 内部称王姓 对外称杨姓 起初我以为是胡扯 后来发现还真有可能 我在百家姓上找了 但没找到王莽后裔的说法 而是有个方言无语中 亡发阳音的说法 四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做自己想做之事 爱自己所爱之人